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九十二面 第五行 这是讲到教祺因缘的第四段 第四个因缘 画到二臣之空 不修净土之 良以乍得母空 吉森丹之 文殊敬佛古都 教法众生 心不喜乐 故令悔悄想大 法亦往生 这是第四个因缘 是特别对小臣人来说的 二臣就是声闻缘觉 这些人不修净土 换一句话说 他有相当重的执着 得少为足 在修行过程当中得到身心自在 他就很满足了 他就执着了 不肯再往前进进 那么佛对这样的人也非常的慈悲 知道他的过失 所以净土发门 来借引他 成就他究竟的佛国 这两种人的性知 这个小柱里的有 小柱在下车106面 106面第三行 二臣至空 二臣人 但修正观者 但念空 无相无作 这就是小臣他的法门也很多 他也是由完备的经律论三藏 所以天台家叛教 叫做藏教 就是有小臣经 有小臣律 有小臣论 他是经律论三哉取出 那么依照这个来修行 那么小臣人修的修学的 原则 原理原则 他就是要破我之 破人我空 所以他要念这个 空 无相无作 这个 兼修观者 多有四空 一如灭尽过 这个四空就是四空天 所以小臣人 所以小臣人他修行的功夫 叫九次滴滴 他要经历四禅四空天 然后再超越 这个四禅四空 一共是八定 八定 这个八种禅定 都叫做世间禅定 没有能够超越三界 修成了 不过是生到四禅天 或者是四空天 那么四禅四空 寿命很长 但是四禅里面 还有佛法 四空里面就没有佛法 我们佛经里面常讲的 三土八难 八难里面就有四空天 叫长寿五天 什么叫遭难呢 遭难就是你 虽然这一生在世间 没有闻佛法的机会 这个就是遭难 因为有闻佛法的机会 换句话说 就有超越三界的机遇 你现在没有这个缘分 你这一生必定空过 必定空过 所以这个佛法叫遭难 因此四空天是八难之一 八种难之一 八种都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 那么二成人呢 这个有利根给顿根 这个利根人呢 他从四禅就直接能够顿超 所以这是根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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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以证摩罗汉国到九次的定 因此我们晓得 单单靠圣圣禅定的功夫 只能够断烦恼障 破人恶之 不能够破法我指 不能破所指掌 因此他不能见信 这是单单修禅定的 所以他由四空天入灭尽定 这个灭尽定就是九次的定 过去我们在《楞严经》里面 常常讨论到底 由于他多生多戒修学的习期 所以他执着空 执着法空 他叫的人 人是个假象 四大五云 因缘合合而现的这个幻象 所以他不执着身是我 换说小成人 比我们凡夫 那还是高明的太多了 我们凡夫很可怜 把这个身执着生活 所以才有六道轮回 他已经晓得身不是我 身是个空天 但是他不知道五云也是空的 他不晓得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读心经了 心经了观思在菩萨 照进五云皆空 那时候法治也破了 那法治破了 明先见性了 所以这个是小成人 所没有办法达到的境界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一层说明他的支柱 又服身闻人多于四地中 拒灭以修 更不前进 成成空中 那么这是小成人 第二个大毛病 第二个大毛病 前面是讲的修行过程当中的稀奇 难断 这个呢 他误会了 他所证得的这个偏真涅槃 一味就是究竟 所以四地苦戒灭道 灭地 灭地是出世间的狗 道是出世间之因 我们讲苦疾呢 苦疾两条是世间因果 苦是世间果 三界痛苦 疾就是烦恼 那是三界之因 所以这是苦皆灭道四地 是说出世出世间 是说出世出世间 念案成因果 但是这个四地法了 如果我们要度这个天台 至这大四地 这个四教啊 你就晓得 四地有四教四地 这个里面 全身程度相差很大很大 那么二臣人所修的 是藏教四地 换叫做生灭四地 他始终呢 就守在这个范围当中 那么他修道 而这个道呢 也多半是值三十七道品 小乘人所修的法门也非常之多 总而言之不处三十七道品 正如同大乘佛法 有无量法门 但总超不过六度 六度是他总纲领 小乘是三十七道品 是他的纲领 那么他把这个尽丝烦恼断尽了 这是挣到了四国罗汉 于是乎他就住在这个境界里 他认为没有事情了 四国罗汉无学了 所学的东西全部学毕业了 不过他这个毕业 是小学毕业 的确是毕业了 但是小学毕业 尽丝烦恼断掉了 他还有沉沙还有无名 沉沙无名他自己不知道 他要知道了 那必定是回想想他了 他不晓得 自己以为得到究竟 所以拒灭以休啊 这个灭就是他真得 这个自灭我已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偏真涅槃 这个灭就是偏真涅槃 他不再前进了 住在这个里头了 因此 世尊常常在大臣经典 或者他叫他们说 掉到无尾坑里去了 这个偏真涅槃 这个偏真涅槃呢 就是无尾坑 掉到这个里面去了 这很可惜 不过罗汉呢 也绝对不是 永远就住在 无尾坑里面 这个地方虽然讲 更不前进 他是有时间性的 经典上常常讲 我罗汉如果真的 这个无尾坑 他大概是在这个境界里 要住上年万大街 然后才会觉悟 才会回头 这是相当长的时间 那么辟至佛呢 要住一万大街 辟至佛比这个 我罗汉要聪明一些 也要一万大街 才能够回头 所以 没有定性罗汉 经上常讲 定性罗汉就是指这种人 不是真正的定性 因为他在这个 这个涅槃境界里 住的时间太长了 而不堪往前进 那么这个就称什么呢 叫空缠空中 被这个空缠附住了 由他超越了 他不能超越空 被空缠住了 那么这是讲四国声闻 再讲到原觉呢 原觉就是辟至佛 多于决明中 极力涅槃而不前进 他的根性比前面的声闻要利 从事儿应远 他是修观 前面一种是修定 从定入门的 断见死犯牢 这个聪明不但有定 而且里面有决观 所以从事儿应远里面入门的 晓得应远 俗生法了 我说几时空 这是佛常常讲的 应远生法 没有自信 当体皆空 他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他对一切法 他能够写 他不执着 他将他自己正的这个境界呢 也就以为是 究竟圆满的涅槃了 他不晓得 他的境界跟阿罗汉差不多 虽然高明 高明不了多少 也是在五位坑里面 所以他也不前进 这一类的人呢 叫三不化中 化就是变化 他终止在这个地方 说过多之空 年中人到了这个究竟的国位 就是小城究竟国位 都是指着空 这个空就是涅槃 空就是涅槃 也就是四地里面的灭地 他指着这个 因此他不修净土了 他认为说自己已经正在涅槃了 还有什么好修的 不肯 不肯修净土 自为已得涅槃 又服硬立又为一顾 一个是自己已经正在涅槃了 正在涅槃就成佛了 自以为圆满了 另外一个不愿意再修了 这是他的毛病 病根就在这个地方 佛为什么要劝这两种人 修净土呢 主要想的 只有这个净土法门 才能帮助我们达到究竟涅槃 他们所证的这个确实是涅槃 只是叫相似的涅槃 不是究竟涅槃 直断尽私烦恼 没有破根本无名 那么这是一种误会 佛不用祈祷法门来教他们 而用念佛法门来教导他们 这真是大慈大悲 如果他一回心转念的时候 这个念佛 他立刻就往生 这个是他除非他这个念头不转 一转就往生 而且往生的时候 平位比我们多高 因为他这个程度 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生凡身同居土 是生方便犹豫土 为什么呢 他已经得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 就是断见四烦恼 他们个个都是断见四烦恼 所以只要一回心 一发怨 他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方便犹豫土的上善知 那地区没有任何一个法门 比这个法门更来得直截 来得稳当 这是佛 为什么叫他念佛 这个道理在此地 那么由此可知 如果我们念佛 纵然功夫差一点 生这个凡身同居土 比起这个二成人 没有回小向大的 那我们比他高明太多了 他不如我们 可是二成人 有几个 肯回小向大呢 不容易 真正入到那个境界 你要想劝他回小向大 很难 太难 太难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佛又在怎么样去劝他们呢 给主说是劝他们是吧 他们现在在修行 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 他确确实实现在已经正得九次第定了 还没有入涅槃 这个时候劝他就是一个机会 所以佛这个用意 是对于这个时候的莫洛汉 那么这个时候莫洛汉是哪些人呢 就是经里面常常讲的 释迦牟尼佛的常随中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就是他们 那你看这个本经一开头的时候 不是列的这个上手 就十六位莫洛汉之多吗 就对他们说 那么这些人 你也想一想 他有没有往生呢 我想决定是往生 决定是往生 所以佛是对他们来讲的 既然佛是的时候 佛陀在世的时候 这些正得欧洛汉的弟子 都念佛求生净土 何宽于何世 所以在中国列代 这些藩金 洪法的祖师大德 在随堂以前 几乎许许多多 都是挣到三国的人 四国是很少见的 但是三国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金 才能以得这么好 翻金的确不是一个容易事情 我们中国人的福报 比外国人要大得太多太多了 外国人今天拿到这个金本 翻成他们的文字 非常非常困难 假如没有修行正果的人 来从事这个工作 我们一般人是决定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呢 你看在开经济上 不是天天在念吗 愿解如来真实义 他不解这个经典里面的真实义 完全文字翻过去 那个麻烦就大了 佛法是在文字之外 不能依照文字翻 古人常讲 一文结义 三世佛愿 三世过去 现在未来 三世祝福都喊冤枉 在十多年前 李老师不是遇到一个外国人 拿着一个佛修字典 给他辩论也辩不清楚 结果李老师就问他 你拿着什么 佛修字典 英文的佛修字典 老师就叫他查两个名词 把意思讲给我听听 老师就问了一个 什么叫二族尊 他翻了半天 翻到了 粘着腿里面最珍贵的 你到这一天 好了 不要谈了 你回去吧 没有法子 没有法子 什么叫实相 真实的外表 实就是真实 相是外表 完全是望闻生意 这怎么能翻经 所以他说了外国人翻的佛经 就可想而知了 的确是不容易 所以中国人有信的 那个时候翻经 诸解 讲经的大德 都是修行正果的人 许多是佛菩萨在来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将来的世界 中国人的世界 大家不能够自暴自弃 要好好的努力 要自强 那么这是说明 就是佛用这个法门 劝小成人 快速的 证得就近圆满 这说明了他的用意 那么下面呢 再详细来分析 他为什么不修净土 良意乍得我空 这个德就是正德 刚刚正德 欢喜 难得烦恼断静了 那个乐 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到底 烦恼断静了 就快乐了 如果那个涅槃境界不快乐 他早就舍弃掉了 就是小成人 正的那个境界非常快乐 他不愿意舍弃 你劝他修什么 他也不肯干的 所以到那个时候 佛劝他都不行 机身担住 这个大德我空 这个诸解里头也有 这讲空有四种 有人空 发空 空空 空空一空 由此可知 它是四个层次 而小成果罗汉 不过才正到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是菩萨所正得的 正得了发空 全教菩萨 十教的菩萨 才能正得空空 到空空一空 那是地上菩萨的境界 那是真正的情境 那么他正得这个境界 他就指在那个里面 他就生这个 这个 单着 执着的这个心 为成空之极 多五为坑 饮三美酒 这个是比喻的话 两句都是比喻 三美是凡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正受 也翻作定 刚才讲了九次的定 正受就是正常的享受 正常的享受 我们的享受不正常 我们享受 有苦乐 有喜 有这五种 这五种不正常 苦乐 有喜 不正常的 那个喜是什么呢 喜是 这个心情很平静的时候 没有苦乐 也没有游戏 这不是很好吗 虽然很好啊 他时间短暂 不能永远保持 如果永远保持这个境界呢 那就叫定 暂时有这个境界 那叫血受 所以实际上讲 定就是血受 心 没有游戏 身 没有苦乐 这才叫做正常的享受 那么俄罗汉 现在是完全正得了 完全得到这个境界 所以他就置于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舒适 非常的自在 那么这是 佛对他们的批评 说堕无为坑 饮三美酒 那个酒一醉了 他就不动了 形容他们 文术 敬服 国度 教化 众生 我们再继续看这个注解 他虽然听到大乘法 他也 没有太大的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道难行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小乘人能够 学离一切境界 得到清净自在 清净即灭 而菩萨必须在闹事当中 心地清净自在 那个功夫比小乘人高得太多了 菩萨可以见得起诱惑 小乘人还见不起诱惑 他聪明 我见不起 我躲过你 我不给你们往来 图一个清净即灭 所以小乘人没有大愿 没有度众生的愿 不是说他不度众生 你要是去找他 他要喜欢你了 他也会教你 他绝不主动去教别人 他不主动 你要去找他 如果他跟你们有缘分 他不接纳 有缘分的话 他会接受 不像菩萨 菩萨是大慈大悲 有教无类 这个是 这个心量不相同 正因为小乘人 不愿意度化众生 所以他对于 这个净福国度 没兴趣了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没兴趣了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 这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你不搞清楚的话 将来你去不了 是为了将来要度化众生的 完成你四红事愿里面 众生无边事愿度 你要没有这样的一个愿 西方世界去不了 因为西方世界那里面的人 各个都是心量广大 都是发愿仆度众生的 你一个人发愿到那去 享福的 这个不行 大家没法在永难 那么小成人的时候 他那个心就是自己也享福 不愿意找麻烦 不愿意度众生 这就是志趣不相投嘛 所以他不愿意望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这边 诸解引为摩金 一段经文上说的 静明静云 静明静就是为摩金 菩萨取经过 皆为饶意诸众生 是为这个愿不 那么底下 这就是讲的三种菩提心 当之执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时 不禅众生来生其国 这些地方虽然是佛菩萨的境界 我们现在要明了 要学 因为大环境跟小环境是很相似的 这个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 这是一个大道场 我们今天这个小图书馆是个小道场 阿弥陀佛虽然有红韵 要借引设放念佛 法韵求生的人 他并不缠媒八戒 你们一定要到我这来 不是这样的 你们愿意来欢迎 你不愿意来 不愿意来就烦恼了 那佛还是凡夫 诸位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此地建立无论道场大小也是如此 所以你看中国古时候 这个寺院丛林来学的都欢迎 你不愿意来的 也丝毫都不勉强 绝不到外面去拉信徒 绝不到外面去撒广告 这个是学佛的态度 迈至于讲经 讲经的听众 也是他自己来的 也不是到外面去拉来的 不同其他的宗教 到外面去拉人来听 佛教没有 佛教没有 佛教只告诉你 我们现在此地有讲经 来不来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不告诉你 对不起你 这个机会也重要告诉你 你愿意来欢迎 你不愿意来也不会怪你 所以在重新 四遍丛林里面讲经了 这个旗杆里面 床帆挂起来 圆童的旗帜的一类 床一伸到旗杆了 外面人一看 今天这个庙里讲经了 喜欢听经的他就来了 他绝不到外面去拉人去 绝不恶人 这是执心 虽然是弘法立身 饶意一切众生 不能把自己的执心失掉 所以这个是菩萨净土 你看心地清净 有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绝不失掉自己的清净心 那么底下说 身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称佛是 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苦 身心怎么说呢 简单地讲 好德好善 这是身心 欢喜一切善法 菩萨纯善 佛是指至善 凡是喜欢善行 这些众生 自自然然 他就来了 西方净土 也是这个道理 六道轮回 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其实 你这个 来生往哪一道区 却不是阎洛王 把你判决送去 不是 也不是佛菩萨 主宰那里 叫你去的 而是因为你自动去的 怎么去的呢 那个地方 你一看到 很有兴趣 正是孔老夫子 在这个 一席词里面所说的 我以内居 人以群分 他志同道合 喜欢做我的 那通通到我道去 他一看那个境界 志同道合 他就去了 喜欢行善的 他就到善道去 所以六道的夜音 固然很复杂 但是最主要的 天是十善业道 人是五界 到人道来的时候 过去生中 你修五界 你修五常 儒家讲的 仁义离之心 跟五界的精神 是一样的 这个叫仁格 六道里头 取得人道的资格 生天的资格 就是十善 四常 八定 四无量心 这是生天的资格 天有二十八层 下面这个四层 这个下面的六层 就是越界天 是以十善为主 四禅四空 是以成定 跟四无量心 就是慈悲兮施 以这个为主 那么我轨道 贪心中 这个 坚贪的人 他也跟坚贪人在一起 我轨道的业因 除生道是愚痴 是非善无利害 不能够民病 避约道是成慧 这是佛在经论上 给我们说的 这个六道的业因 我们不可以不知道 那么生文的业因 就是修四地法 语言觉修十二因缘 菩萨修六度 佛是平等性 这是成佛这因 那么这是我们从这里看到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一类志同道合 居足功德 这个功德就是幸运行 这是功德 那知六度万恨灯 那就是菩萨往生去过 菩萨如果说三行为的菩萨 我们从别教里面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生凡神同俱图 或者生方便犹豫图 如果是地上菩萨 往生一定生十报专业图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定要发愿 教化众生 要发这个大愿 这个就是讲的 居足功德 居足善因 这一桩事情 就正是小乘人所缺乏的 小乘人只度自己 不度众生 所以他对于这个条件 他很难接受 心不喜乐 有者 作有 他相有作有 就是他一相 他指着有 固守轮回 这是讲他 在没有德罗罗汉以前 在生死轮回 生死轮回的原因 就是有 就是作有 有什么 有 有贪 有吃 有这些东西 确实通通没有 通通没有 而是你自己 迷心里面的幻觉 那现在的话 纯粹是一种抽象 而不落实际的妄想 你不想贪 你仔细回光梵照下 贪在哪里 在这个身体里面 哪一部分 哪个细胞里面 有贪 找不到啊 那个金刚经上讲的 善心不可得 贪心也不可得 痴心也不可得 成慧心也不可得 善心也不可得 悟心也不可得 你去找找看 那个心在哪里 如果小的在哪里了 好办啊 现在外科手术很发达了 哪个细胞里的贪心 把它拿掉 你贪心不有了 找不到啊 没有啊 可是我们一般人有几个人回光返照呢 去找找自己这些烦恼呢 究竟在什么地方 密贪了不可得 比如说我们在金阶里起了贪心了 其实贪心是古德常说 不怕念习只怕觉知 贪心起来不要去 贪心也起来 马上回过头来找 贪心在哪里 你去找 则一找了 贪心就没有了 这个就叫作关照 就叫作关照 不会关照的呢 再用一句佛号来代替 因为观照的心要很危险 粗心大义的人不行 做这个功夫很难成就 实实在这 了不可断了 六道轮回 这叫愈愿望 没有这些东西 自己以为有 以为有是不是真有呢 不是真有 是假有 这是我们必须要觉悟的 那么小乘人到这个时候 他算是觉悟了 所以在无上正等正觉 他已经得到了正觉 不是正等正觉 正觉 正觉是小的人无空 晓得见思烦恼都是空的 他才能把它断得了 如果不知道这是空的 就断不了啊 他知道这个见思烦恼是抽象的 是了不可断的 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而已 其实哪有这些事情呢 那么现在他入了这个境界了 轮回也扎熄 超越六道轮回了 这个得自在了 所以二臣人呢 得半个邪徒 没有究竟邪徒 他是超越了六道轮回 不再到这个三界来受生了 他如果再到三界来 那叫成愿再来 他不是业力来的 那是愿力来的 凡是愿力来的 那都已经回消向大了 他要不回消向大的 不肯来的 为什么 他来就是来教化政策 否则的话 他来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不回消向大 他就不会再回来 所以禅里面有慰 那是享受啊 这个慰是代表享受 至高无上的享受 那就是平空涅槃之路 因为他这个空不能叫真空 只能叫偏空 也是真空 真空不圆满 只能正的一部分不是圆满 所以叫偏空 文朔菩萨广心万恨 净土化身自然不生意念浩妖之心 一天说净土 要法门无量是愿学 众生无边是愿度 这个事情太麻烦了 还是审思吧 多一丝不如少一丝 少一丝不如无丝 这是欧罗汉的念头 所以他当然不愿意接受 对这个他提不起兴趣 用这小成人的大智商 状况就是如此 可是佛还是以种种善巧方便 来诱导他 使他回头 故令回小巷大了 法易往生 这是佛说经的第四个意思 我们再看下面莲池大师对于这段文 他老人家自己的筑记 乍得我无空者 他这个筑子筑得很详细 使我们对经教确实能够深入 而且苏朝筑真正要是熟了 一切经论都可以处理旁通 因为所有大小成经论 原理原则都是相同的 真是一经通一切经通 但是一不经贯通实实在在不容易 我们要是没有莲池大师苏朝 古德法师的演义 确实弥陀金的经议 我们很不容易看得出来 那么小成人大悟运中无我 不知运一时刻 这个运就是悟运 悟运时色寿相形时 这个五类 这将从大类上分 如果细分的话 那太麻烦了 细分 任何叶法的神奇 都是无量英语 《华言经》上说的 非常的复杂 那么佛是将无量的英语 再把它归纳 归纳成五大类 这就好说了 所以叫五蕴 那么五蕴一展开 就是白法 我们读白法明文论的时候 诸位很容易能看到 五蕴展开就是白法 白法就是一切法的归纳 天秦菩萨在白法论里面 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所以五蕴就是一切法的归纳 归纳成这个五大类 世出世间一切法都出不了这五大类 有情众生就是这个五大类 因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 其中色是物质 受想行使 我们现在把它归纳为精神 凡是动物 除了物质的肉体之外 还有一部分是精神 它才是个活的东西 假如是植物与矿物 它就没有精神这一部分 它只有色 色里面讲的地 水 火 风 这个四大 是四大色 因缘绝节而起的现象 这个四大了 实在上说 佛法在几千年前 科学并没有发现 这些物质的结构 佛就已经给我们说出来了 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常讲一切相 叫野荷相 野荷相才叫真正平等相 所有的这些现象 所有的这些现象 是同一个物质组合的 而这个物质就是四大 四大是物质的四种要素 地呢 它是是一个物体 哪怕它再小 它是一个物质 地是代表体 代表物质 火大代表它有温度 水大了代表是湿度 风大了说明它是动 不是静置的 它是动的 不动就不叫风了 所以它是动的 我们今天看到 原子 电子 基本粒子 将来科学再分 甚至还能分到更小的 发现到更小的 我们今天讲带电 带阴电 带阳电 佛法里面就是火 水 用这两个来代表 其实佛在几千年前 就看到基本的物质 而且经常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 讲这个物质最小的 叫极为之为也 摩罗汉的天眼都看不到 只有佛的五眼圆明 才能看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物质都是基本的物质 它的组合排列 我们今天讲方程式不一样 其实与原来的物质相同的 没有两样 所以佛法看一切现象 完全平等的 正是古人打比喻 一金做七 七七皆金 资料都是黄金 虽然做了各种不一样的东西 几千种 几万种 这个形态不一样 原料完全相同 价值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五蕴呢 就把它又分开作两类 一类是精神 一类是物质 所以要再归纳呢 就是色心二法 色就是讲物质 心呢 在五蕴里面开成了四个 受想 行 识都是心 而其中识是心的本体 受想 行是心的作用 那么欧罗汉呢 他明白了 哦 原来这个五蕴呢 是有 五蕴里头没有欧 欧是假的 就好比说我们讲房子 房子是假的 这个建筑材料是真的 房子什么没做的 原来是钢筋 水泥 砖头 瓦块 这些东西吧 这都是真的 我们把它这样的排列了 成了一个房子 背到那一堆了 就不叫房子了 其实房子有没有生灭 不生不灭 因为排起来的时候 还是那么多材料 把它测开来 也是那么多材料 房子没有生灭 只有排列的聚散而已 所以没有生灭 因此我们这个人生 也是四大五蕴 聚集而现的这个相 我们人有没有生灭 没有生灭 真的没有啊 你要以为人有生灭 有老死 那是你的幻觉 你看错了 看错了 没有生灭 像我们这个书一样 装定成测了 这是一本书 测开了之后 那么多纸张散开了 我那一枚书 没有书了 书有没有生灭 没有 没有 你看 装定起来 这个里面没有多一张纸 测开来也没有少一张纸 他就是因缘 聚散而已嘛 聚集的时候不振 散掉的时候不挤 不振不挤 不生不灭 一切法的真实相如此啊 所以说是生就欢喜 灭就痛苦 这个是你看错了 你误会了 是你自己不了解 四世的真相 你自己才找这个麻烦 如果真正明白四世真相了 哪有生死呢 如果一个人生死这个念头 要打掉了 得失也没有了 这个人多快乐啊 乌鲁汉正的这个境界 所以他非常快乐 他晓得五蕴里头乌鲁 但是他不晓得是乌鲁也空 他不知道这个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乌鲁讲 我明白了 这一说房子是家的不错 是那些建筑材料 不过去聚散 而现的这个神灭 其实是找到神灭下 在研究那些材料呢 材料也是因缘聚合的 没有业法不是因缘活的 即使因缘所生的 那就完全没有自信 所以佛经里面虽然讲到的基本的物质 基本物质从哪里来的 还是因缘去显的 所以才讲到当体皆空 这个基本的物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建分并先出来的 也是五中生有 那要讲到阿赖亚的三西乡 本性 本性一念不觉而有无名 从无名生夜相 夜相就是动相 从这个动里面生剑 就是剑相 剑相 我们现在讲是精神的一部分 所以物质是精神变现出来的 那么换句话说 心无同缘 心无可以互相转变 但是这个境界 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拿到 科学家今天晓得是能与直可以转变 但是它是直之能 不是心能 佛法讲 心之能与物质可以互相转变 假如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了 那我们这一切受用随心所有了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祝福国度 为什么那样壮严 是想衣服就穿了 衣服就在身上了 想吃东西 吃东西就摆在面前了 吃完了 要不要洗完 就没有了 就空了 所以我们看到 简直是神话小说嘛 其实你在理论上讲得通 等等哪一天我们真实到了 这个心能与物质可以互相转变的时候 没有一样不是随心作愈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科学发展到最高峰的地方 我们这个世界的科学家要到哪里去留学去 最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留学 学那些最高明最圆满最究竟的科学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想通的时候 死就有可能 确实西方这些大科学家 真是人类当中一等一的聪明人 可惜没有接触过佛法 没有听到佛经 如果听到佛经接触佛法 他会更聪明 那发明的东西一定会更多 所以佛经里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启示 是科学越进步 真的对佛法越有帮助 佛经里面许许多多佛所讲的东西都被证实了 所以他不知道五蕴是可能 五蕴是空 精神也不空 不必说了 就是色 色也是空 所以色也不是个真实的 我们讲的最基本的物质 也不是实实在有的 也是因缘生法 它的缘就是夜相 见相 所以才变现出相分 变现出这个境界相 那么这个不但要有甚深的禅定 要有真正的智慧 才能够把这个四世真相看清楚 像心经里面 观思在菩萨行 身薄弱 波罗密多世 这不是天薄弱 身薄弱 甚深深的智慧 心就是观照 照见 照见五蕴皆可 四心二法 了不可等 这是照见了五蕴皆可 那么他法之也没有了 他也不知就法了 这样才能证得究竟圆满菩提 这二十人没到这功夫啊 那么这个年纪在一百零七面 下车一百零七面 倒数第二行 有读解 但无运中无我 不止运亦是空者 空有二 第一是我空 为无我人众生受者 此是二臣所证 那么第二是发空 为无色受相行使 此是菩萨所证 经文运中无我 是无空也 运亦是空 是发空也 孝成观神不尽 观寿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故无运中无我 若照见五蕴皆可 则是大菩萨境界 故必不知 这段文可以说得相当清楚了 那么从这段文里面 我们可以能看到 因为中国人呢 在佛法里面 佛法对我们的生活影响 可以说是层面太大了 也太深了 没有人不知道佛法 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 这个金刚经在一切经里面知名度最高 别的经可能不晓得 但是金刚经也晓得 还有观世音菩萨 这是知名度最大的 这个是与我们特别有缘分 这就是菩萨的标准 最低限度要是菩萨 那么菩萨的菩萨 主要知道 就跟小乘沃罗汉的功夫平等 小乘沃罗汉菩萨 这是无我 无我这个菩萨 在大乘菩萨里面 位置不高啊 三行位的菩萨 如果在圆教里面呢 这是这个齐性位的菩萨 齐性位的菩萨 圆教粗性位的菩萨 五十亿个菩萨是第一个阶级的 好像念书一样一年级 是小乘的粗国徐托凡 他身间破了 我没有破 身间破了 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 他还有我执 我执没破 必须要到四国的时候才破我执 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私活也断了 就是贪嗔痴慢疑 这个也断了 才真正做得了温和 所以这个金刚经的境界 是从圆教齐性位讲起 后半部的境界就高了 破四间 若菩萨有我间 人间 众生间 受者间 几非菩萨 那个境界比前面高 前面破相 还没破间 后面破间 彻底破掉了 那就是禅家讲的明心兼心 原教粗诸以上的菩萨 这叫法身大师 就是此地照见无影皆空 照见无影皆空 是金刚经后半部的境界 那么此地所引的 这是小乘 小乘人 修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里面第一颗 它一共是分七颗 七个颗目 第一个颗目里面有四条 叫四念注 这个四念注 我们在讲这个经的时候 要非常强调 四正情 四如意足 这个三颗十二目 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 我们念佛也不例外 不能缺少 不能缺少 所谓是正足双修 念佛是我们正修 如果在生活当中 能够加上三颗十二个项目 就能够帮助我们的一心 帮助我们成就功夫成篇 那么这些条目 到后面经文里面 有很长的一段 我们要讨论 此地 四个条目 已经写在此地 第一个就是观神不尽 因为一般众生 这个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太爱惜自己的身体 这是不了解四世的真相 不爱惜自己身体 是过失 是错误 太爱惜身体 也是错误 所以还有一些人误会了 佛们常讲啊 借假修真啊 我好好的把这个假身体 好好地保养它 我拿这个来修真 他那个时候误会了 借假 假是什么 佛法是假的 借这个假佛法 修真心的 而不是这个假身体 所以这个地方 真是一点都不能搞错 一错的时候 就差太远了 所以要晓得 身不尽 这个身不尽呢 你对这个身 一定会起了一个 另外一种看法了 就是人生观呢 就不一样了 我知道这个身体 也不清新 工具而已 我现在要好好地 利用这个工具 我要成就一番司业 他就会善于 利用这个身了 就会善于用这个身 不了解真相 他把这个身当自己 了解这个真相 身是我的工具 是我成佛 是我疗生死 断烦恼的工具 我要好好地利用它 我也不会糟蹋它 我也不会爱惜它 当是性命一样看待 用不住 只好好的善于 运用它 就好 所以要晓得 身不清静 身 确确实实 是一部机器 我们今天讲 这个软体 硬体 我们全身机器 就如此吧 软体 硬体 通通都有嘛 组合的嘛 这个机器 要好好地去运用 善于运用 运用个一年半年 是正常的 的确是正常的 凡是短命的 换一句话说 都是不善运用 就是自己 不知道保养 自己把自己 糟蹋掉了 我们中国的医学 实实在在是了不起 我对这个是没有研究 过去我老师 他对中国医学 很有研究 他说我们中国的医学 是要叫人不生病的 不是治病的 是叫一个人 怎么样不生病 能够活到两三百岁 这是我们中国医学的目标 不是治病啊 不是治病啊 可见的 这个眼光 的确是很远大 到了有病治疗了 也决定不用药物 不必用药物来治疗啊 那就是适当的防范 到真正有病了 这最古老的 这是用针灸 那么现在讲是治牙 这一类的 实在不得已采用药物啊 这药物是很低级的治疗方法 高级的不用 因为他对这个 这部机器性能 他完全了解 凡是有毛病 总是哪里有故障嘛 好像这个血液循环不好了 哪里有故障呢 那么把这个故障给他疏通 他就恢复了吗 就正常了吗 这个老师以前告诉我们 他是这个 真正高明的人 高明的这个大夫 看你说话的阴神 看你走路的这个行动 就可以能判断你 十年 二十年之后 你什么地方会有病 他在行吗 看到你机器运作 哪个地方有点不太正常 现在还不成问题 但是过多少时候之后 那个地方 他就要出问题 他就晓得 所以这个在原理上讲 我们可以能够接受 这个不是神器 那么菩萨智慧 不但晓得这个是现象的一些真实象 他语音里的那个真相 他也彻底的明了 那么第二呢 观寿是苦 观神不尽 他就会善于利用这个身体 不会糟蹋的 好像我今天 我们自己有一部车了 我对这个车的性能完全了解 我好好地利用它 作为我交通工具 他说明就可以成了 观寿是苦 这个对自己是更大的一个警觉 对于三界六道轮回 不会再贪念 晓得三界痛苦 这个里头只有苦没有落 那么这个详细的 我们到后面再说 观心无常 这个心就是生灭心 生灭心是无常的 一会儿想东 一会儿想西 不会老想一个东西 如果老想一样东西 他就得定了 那就叫三昧 现在佛就希望我们 叫我们只想一个阿弥陀佛 如果我们一天到晚 只想一个阿弥陀佛 那你功夫成片 就与心不乱了 就行了 要多久呢 如果你一天能够成功了 的确 一天呢 聊生死往生极乐世界 就办到 可是 话说得很简单 你去试试看 你不要说多了 五分钟好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面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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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有办法了 我们平常要练的 就是要练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些妄想呢 换句说放不下嘛 看不破嘛 不知道这一切四十真相 是看不破 看不破 你才放不下 如果你真看破了 没有一样放不下 看破了就会放下 可是在我们做功夫上 放下的能够帮助你看破 看破又能帮助你放下 因此我们看破一点 赶快要放下一点 看破了还不肯放下 你那个看破 只看破一点点 你的功夫绝对不会再增进 不会有进步 所以这个两点是相扶相成的 你放下的越多 那你看破的境界也越高 所以一面看破 一面就要放下 绝对不要贪恋 不要以为好像 那我什么都放下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明天日子还怎么过法了 那你还是放不下 你还是没看破 真正看破了佛报自然 这里放下了 你命里是有的 到时候自然就来了 非常奇怪 命里的虽然有来了 来了我只要吃饱穿暖了 多余的还是放下 所以储蓄 储蓄在发芥里面 自己靠得住 不会贬值 也不会贬值 放在哪个地方都靠不住 放在银行里会贬值 放在公司行号会倒闭 都是麻烦 还要不如去富士行 富士的要是因为你没有受用 那么你的福报还在 不但还在 还会增长 这是最聪明的人 小子 观手是苦 他登登的方向 观性无常 观法不过 法是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 通通没有自信 通通通无自信 通通没有自体 所以佛法是万法皆空 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菩萨 这个后面 那是菩萨境界 照见无运皆空 小乘人无运不空 人无空了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 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一句 我们把这边这个柱子 这一段把它念下去 一是空者 一无因法 自信不生 则无有灭 本来涅槃故 涅槃就是极灭 这个是解释后面的一段 解释后面 我们把这个文念 这一段也念下去好了 至今为由 在九十二面第二行 道书第二行 至今为由 唯与必尽去及 故闻净土化身 心不喜乐 到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底下解释 他没有真正确定 明了这个四世的真相 所以才有这种误会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到了 M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